很多年輕人都是自己三、五成的 自己走去行山 但很多時他們未必知道 那座山背後的貨幣 這兩位90後銀行百嶺 是行山愛好者 兩年前成立行山專業山城中酒 最近就出版新書《一麥山城》 訪問行山界老中青 發掘他們和山傑園的故事 行山不是用行的 是用心去感受 他們的精神是尋根究底 對於我們來說是大不大 他們選擇的都是響當當的行山前輩 例如是第一代旅遊達人朱翁 還有達行山隊超過30年 啟發他們成立行山專業的梁榮鏗 因為他們做了全部人生 把下去推廣這個旅遊的文化 這個旅遊的精神 我們看到那種對於大戰的熱誠 那種特別 大自然很多地貌都很有趣 他們邀請地質詩朱 最尽得介紹本港礦洞 還有植物香港水肉杯 發現者馬錫成 他是Hermit的中學老師 我們也想告訴大家 行山不是太厲害 可能在身邊的植物 可以人家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書入面的行山理念 在以往的本港行山書比較少提及 Matthew就說寫書的時候 受到台灣一對登山孤漆的書所啟發 香港可能是山比較低 那裡登山 那裡逆走 就覺得不可以戰勝大戰 其中一種態度 就是我們不應該征服過山 我覺得人類是不可能戰勝大戰 我想有那種敬畏的心 書入面還會分享一些交遊路線 詳情可以留意另一則棟新聞 好 沒問題 有一 pulled 起的時候 感谢观看